单怎么这么多张都没打开过啊 啊我想说我又没在工作 还要我缴一堆保单 不缴又好像没关系 老婆啊 你这样会影响你未来的给付权益哦 你这些比较早期的保费 要赶快规划分次缴费 尽快缴清欠费 以后记得要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 这样发生保险事故时 给付才能及时和解 老年给付的权益也才有保障 知道吗 预期缴费除了依法加收利息外 如果有超过十年以上的欠费 或在事故前一年有未缴费的情形 都会影响未来勤领给付的金额呢 那先别打包 我先补缴保单比较重要 妥善规划补缴基欠保费 平时按时缴纳保费 保障给付权益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现在时间19点整 欢迎收听Happy Taiwan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今天晚上呢 再度来收听快乐联播网 Happy Taiwan 我是代班主持人 韦玲 如果您有手机的话 也欢迎您打开脸书 搜寻快乐联播网 Happy Radio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 直播的画面咯 所以呢 请各位在看脸书直播的时候啊 你可以给我们按个赞 给我们加油一下 然后同时呢 在我们整段访谈的过程当中 如果您有任何的一个疑问 或者说要提出来与我们共同交流的 也欢迎您在脸书的下方留言 好的 非常的开心 我想今天呢 我们呢 的主题啊 叫做绽放美丽 展现自信 哇 光是听到美丽与自信 这两个字 就觉得是很多女孩子 很喜欢跟很想要的 那感觉今天的议题就是要讨论有关于美丽这件事情 好 那要讲到美丽这件事情呢 跟美容SPA有关系 但我们非常好奇的就是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 是一位帅气的男性 是是是是 一位帅气的男性到现场来 要跟我们呃 现场的观众以及听众来分享 有关于美丽与自信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欢迎呢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地美人SPA中心的 林伟琴 林经理 林经理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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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哇 非常的开心 林经理呢 看到他 这因为我很这个靠近你 所以呢 我这个很近距离的 然后就去看到你的皮肤 真是有够好 然后而且呢 还发亮 我跟你讲 这连我都非常羡慕 我想说 诶 一个 一个这么帅气的男性呢 就可以有这么棒的一个皮肤啊 所以你自己平常 是不是也很常做保养 说到这个 我第一个要感谢我父母 是 因为他把我长成这样子 所以是天生的 然后后续 才又接触到一些 应该说 嗯 离现在大概20年了吧 是 我去接触到化妆保养品 偶然的机会 那 那时候会觉得说 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会去搞这些 化妆品保养品 这种东西呢 后来是 乱模 乱模 乱搞一通 搞一搞 奇怪 还真的还蛮不错的 结果就上瘾了 所以 你在当中是 有哪些发生什么事情 让你上瘾 我们很想知道 让你看自己越来越帅 是其中一项 应该说那时候 一开始在接触到保养品的时候 对 那 那朋友会跟我说 啊这个是精华液啦 做什么用啦 然后 后续还要做什么防晒啦 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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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某一大堆有的 没有 后来 一开始觉得很尴尬 就会 一个男人怎么会去 涂涂涂这些东西 后来 搞到后来 出门的时候 奇怪 怎么精神都 变这么好 脸上都亮亮的 后来我就慢慢去 觉得说 哎呀这个好像不是 私有女人的专利呢 男人也可以啊 哇欢迎你踏入我们女性 喜欢追求美的行列 其实呢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 对不对 那也不限于女生或男生 是 所以呢 这刚才有讲到 就是说你 你当初是怎么样去踏入美容 这个行业的 我从20年前那时候 接触到保养品之后 然后 有 好几年的时间就一直 好像自己没办法控制 在脸上涂涂摸摸这个过程 然后 又接触到 也是跟女性有关系的 这个媒体内衣 是 那时候也是觉得很尴尬 她说我都还没结婚 怎么接触这些 怎么跟 跟女孩子 跟女人 谈这种 就觉得 那时候自己也是心里有一个坎 是 那种奇怪一个大男人 跟人家谈这些好像很奇怪 也会很尴尬 那聊到后来 我就发觉说 我应该不是只执着在这个产品项目而已 我应该我是要走一个行销的路线 那后来 就慢慢去觉得说 那行销不是说 靠我嘴巴一直讲一直在介绍产品或什么的 而是要 我们走出去让人家自然 让人家感觉说 他想要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 那自己 那变成这个过程 就 呃 也是 说真的 也是有一段时间 自己心里要去突破那个门槛 对 这要办法去跟朋友 呃 去聊 然后这这这这些项目出来 是 所以当初你在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的你是做哪样子的工作呢 是研发的部分吗 那也不是 因为我从退伍之后 就一直在做一个业务销售的工作 那业务销售 其实就很简单 我那时候 呃 之前的前辈都会跟我们说 我们走出去就是要给我们的客户 第一个好的印象 好的印象 对 那那时候就会想说 出去就是穿着西装打个领带 然后出去就 穿着爬里爬里啊 然后客户看到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有精神 很专业的样子 那后来慢慢 才会想说 呃 去做这个业务 去跟客户拜访 那开始 也在脸上涂涂摸摸摸这个过程 然后觉得说 哎这个 美容的工 美容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 也是有一个加分的效果出来 嗯 你自己使用了产品之后 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 当然一定有 哈哈哈哈 所以就这样变得慢慢 慢慢的一个习惯哈 让自己 没办法收控制 就是一定要在脸上涂涂摸摸了 哈哈哈哈 那我想呢 你以一个男性哈 然后你去走这个市场啊 去开拓这个市场 因为你刚刚提到你那时候在 呃担任这个市场 行销 在业务拓展 是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哎那你应该碰到蛮多有趣的事情 我想你的客户是女性居多吧 哎 应该说是真的是女性居多 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调侃 说我都混在女人堆里面 哈哈哈哈 那也是 很羡慕 那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哈 在 呃也是在一个拜访客户 是 哦在做这个 销售的 培训的工作上的时候 才会 我人家又认识我太太 哦 那碰巧我太太也是一个 很爱美的一个女人 是 哈哈哈哈 那就这样很 很自然 就一拍即合 很多事情都可以聊得开 搞到后来 我变成我在家里 在用的保养品 都变成是我太太在用了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可以通用一下 我有看过你太太哈 真的是一位大美女 哈哈 谢谢 所以也藉由这个工作 你也找到了你人生中的幸福 对不对 是是 然后同时也让自己变得更帅气 更美丽 形容男性美丽好像怪怪的 哈哈 美丽 我觉得 男人说美丽其实也很OK啊 也很OK对不对 他只是说要 在讲的比较 贴切点的话 可以用华丽两个字来 哈哈哈哈 来表示出来 果然是在做 那个市场业务行销的 美丽还不够要 华丽 哈哈 字字句句都要很精准这样子 打中消费者的心 那也是就整个过程 但是我太太之后 对 那他也是对 对这个美 也是很 很讲究就对了 是 那因为他本身就是 呃 美容是出身的 是 所以后来呢你认识你太太之后 你从一个业务行销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达人 然后呢就开始有了另外一半 那你们是不是就创业了 呃那时候还没有 呃那时候 呃我是有建议我太太说 呃他应该在往技术这一方面 齁再去多提升 是 呃那他也觉得说 OK啊那他也是满有这一方面的天分 那就有去找了几个老师 是 那其中有一个老师是 呃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还有在宝石互动联络的 呃一个黄老师 是 呃那一直我太太也是对他都很很敬重 包括我也是 呃因为他把他几十年的经验 技术全部都不用保留的 交交给我太太啊 哇怎么那么好可以聊聊这一段 就是你们跟他这个相遇相吃的这些过程 呃应该这个 其实人生在一起都是一个缘分 嗯 那只是说在这个黄老师 他看到我太太之后 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很爱美 嗯 而且他有一个冲勁就是 就是吼他想要做他一定要做到最好 是 他就一直抱持这种这种精神哈 那他那个黄老师他 当然人跟人在一起之间一定会感受到那种感觉 就是说他肯学 而且很有心的话 那当然他也有讲他就没有保留 他想要学多少就教多少 哇 那真的是遇到了 我们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导师 是 然后在技术上有这些传承 所以之后你们是就有更大的信心 那当然 那你说创业这一条路吼 从我还没认识我太太之前 其实我就一直在想 想要创业 做一些 创业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一些 高低起伏 跌跌撞撞 那一直到我跟我太太在一起之后 我才觉得说 真的创业不能只靠一个人 那那时候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你要创业的话 跟你太太在一起 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争执 因为说很多在一起 在同一个职场上 估计在同一个职场上 有时候会有很多摩擦啦 但是我的想法倒不是这样 我的想法倒是说 如果说两个人的专场 都能够去互补 然后又有一个共同 成长学习的一个环境的话 那或许会更好 那也就是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为止 不管我们中间遇到多少的挫折 我们都能够 夫妻两个人坐下来再聊 我们到底遇到什么事情 要怎么去解决 因为然后有共同的话题出来了 然后就这样 一路就这样慢慢慢慢的 从一开始他去学技术上班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开始 在学一些内部的管理 跟一些会计的一些事情 然后刚好就两个人 就把这个各自的专场拿出来运用 所以在公司里面 他就是专注在 电路的一些管理 跟美容师的技术的整合这一方面 那我就是在幕后 那只黑手在那边 脚弄风云 太客气了 运筹帷握着 不过说真的是 因为在公司的冲力上在冲在前面的是最辛苦的 这点我很清楚 因为我是业务出身也是公司派我出去也是在那边冲过来冲过去很忙 所以在现场我知道说现场的作业就像我当初一开始在做业务的时候 那个是真的很辛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后面在创立这个地美人的时候就有很多一些想法 就因为美容师其实说真的美容师真的很辛苦 他们不只付出劳力 还要跟客人做沟通啊 甚至要做一些销售 是 那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很好很好的后盾 那我们是有家庭有小孩的人 所以我们当初在开始在筹备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礼拜天一定要让美容师休息 哇哦 因为美容师一定他有的是有家庭 是 有小孩 那我们不希望说 让这些美容师他连礼拜天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 是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 哇这非常特别 因为比方说像美法业者啊 或者就是说你说像这种美容业者 有时候呢都是说因为平常要上班 是 所以会想着假日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客人 运用假日的时间好好的犒赏自己 好让自己上个美容院 是 所以你们反而在星期日的时候是让美容师休息的 所以这起心动念就是因为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一点 是 因为我们自己都经历过 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啊在我们周边的甚至里面的美容师也一样能够这样子 嗯 因为基本的家庭能够维系很好的关系 你在工作上你才能够全力以赴啊 哇所以呢不只是关照到员工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 在公司上面的表现 其实你们更注意他们自己的家庭的一个关系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 其实关系的连结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就像你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一样 人家说创业啊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创业要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嗯 很多人创业为什么叫创 有创这个字表是过去没有过的经验 是 所以这是起初开始的经验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啊 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嗯 那可以稍微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有遇过哪一些的困难 然后你跟你的太太之间 是怎么样呢 一起去度过的 我想呢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一定有很多人是夫妻共同创业 可能已经吵翻天了 然后又不好意思 找别人求救 有时候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节目 然后呢 正好 就你跟你太太之间呢 如何的去沟通 然后有真实的碰到哪一些的一个困难跟障碍 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这个 这一段小故事 其实夫妻一同一起在创业 啊 与其要说沟通嘛 我倒是想说 应该要抱着彼此互相尊重 对方的一个专业 哇 很重要的一句话 尊重对方的专业 因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业 那尤其像夫妻之间可能是太熟了 又是夜间部的同学 有时候就 不会想说 去 去尊重对方的这个专业 想说我想怎么样 那你的对方 你的配偶可以想说 那我应该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 那我跟我太太就是会去彼此尊重对方的专业 嗯 你像我太太在技术跟现场管理这一方面她的专业非常有她的底子在 所以在她现场跟客户之间的一些互动 我是从来不会去过问也不会去插手 是 那像我内部的一个企划 包括账务管理 包括一些跟银行一些联系 我太太她也不会去过问太多 是 那当然 也不能说都不过问啦 你也是要让对方了解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嗯 那让对方知道 那或许 可能她是外行人 但是或许她会给你一些建议 那聊聊聊 可能就会帮出一些火花 嗯 那就会把一些事情都解决掉了 嗯 尤其 呃在 创业的过程中哈 我们遇到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应该也是很多在创业的人 包括在管理上 都遇到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人的管理上 是 人真的是最难管理 尤其你要去带她的心 哦 那你要怎么去带她的心 我们一直 之前一直跟我太太一直 在讨论这个心 怎么去带心嘛 是 那 现在人 因为我 我是在做市场业务 那时候我 就是有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 客户到底需要什么 嗯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问题 那我变成把这个问题 也是把它丢在我的美容师身上 是 美容师到底要的是什么 嗯 嗯 那 美容师要的其实不外乎就是 他除了辛苦工作 他有一个 合理的回报 是 那除了合理的回报 他还需要刚才我提到的就是 他家 家庭能够安顿安稳 嗯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我跟我太太就一直秉持这个 这个理念 是 在经营这个地美人这样 嗯 嗯 那 所以 你说带人就是 让美容师得到他应有的报酬 嗯 甚至超过他的期许的话 那他自然就 会在这个公司里面 愿意付出 是 所以刚提到 带人要带心 那有没有曾经过你们这么用心的在对待你的伙伴啊 我其实也听过我身边有很多的老板有提到过 有分享过 嗯 他们也曾经很用心的栽培了员工 是 可是到后来呢 他们经常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性 嗯 然后可能给他们的一些挫折跟伤害 是 然后所以在带员工的过程当中 之后有没有员工也是不领情 或者也真的是很难带 或在里头一直传播负面情绪的 然后一直都他的生命可能也一直都 你们用了很多的心一直走不过来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去伤过你们的心的 你说会遇到这种比较不OK的员工 其实都会有 在管理上任何一家公司一定会都会有这种情况 那我跟我太太一直会去想这个缘分的问题 因为我是觉得说很多事情 尤其在管理上都尽量平常心 那如果说员工不领情 那我们想说那缘分就是随缘就好 至少大家好聚好散啊 就这样子而已 不用说刻意说要去针对这个员工 或这个美容师他不OK或是在有的美的 我们就要跟他拍面去看 我觉得都没有必要 因为每个会在你身边出现的人 应该说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那安排来我们身边或许是对我们一个考验 那这个考验你如果能够很平常心的去对面对他的话 那我心中对我们人生的智慧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是很棒的分享 好那我们呢现在可以暂时先进一段广告 稍待会再回来跟大家来分享 有关于地美人今天邻经理来到现场 以及他们的创业的过程 谢谢各位 谢谢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小书都变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身体在烦恼 所有的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这种肥肥文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 肥肥让我们自己的完成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便悔给你结缘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畅 坏的菌 让您变奄奄 民宿亲 寡糖业菌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沿选十一株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顺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现在民宿亲寡糖业菌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台湾 煎菜不寒 快乐联邦邦 好了 非常开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又回到了我们直播的现场 那也很开心 听众朋友们 FM97.5呢 能持续的来收听 今天我们现场的一个 来宾呢 是地美人 SPA中心的林经理 非常欢迎你 我想刚才呢 在上一段林经理 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有提到一个很温暖的价值 也就是说呢 他们其实都以和为贵 而且呢 是以良善的心 在对待他们的伙伴跟员工 同样的 他与他太太之间的一个沟通 夫妻两个人共同创业 的确相当不容易 可是呢 要去尊重对方的专业 并且在自己的专业上面 也给予适度的一个互相的了解 跟沟通 我想呢 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因为真的很多夫妻创业经常 我想吵架的点啊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给他听我的啦 然后呢 也要对方就说 他厉害 什么厉害 类似这样子 那有时候 原本双方各自有各自的专长 就会反而没有办法发生这种相成的效益 也相对的会有点可惜 好 那我们刚才林经理提到 在与人为善的这一块呢 我想他们呢 照顾员工的同时 是不是员工呢 也会把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气氛 一个非常温暖跟舒服的感受 也带给你们的客人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这么讲好了 应该说 每一个跟我们在 跟地面在一起的伙伴 我一直会去跟他们 强调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 你的技术一定要到位 因为 专业能力 客人他来我们这边 他是要来享受 要来放松心情 那因为现在 社会压很多 工作压力太大了 很多都会 哪里酸痛啊 哪里不舒服啊 那来我们 来到SPA馆的时候 他当然想要放松心情 那放松心情 他一定要先放松身体 才有办法放松心情 那所以我都会先去要求说 每个我们的伙伴 他的技术一定要到位 那这个当然就要接种 我太太的专长 那会把美容师的技术 做一个整合啦 或是做一个新的传授 然后第二个我会去要求是 美容师他对我们客户的一个态度 态度 一个服务的态度 那因为我做业务出身的 我很清楚说 所有的销售一定会从服务开始 你如果服务没有做好 那你销售这个根本都不用谈了 因为不可能会去跟你买单 那会要求说 他的服务态度一定要跟得上 他的技术 那怎么让他的服务态度 能够跟得上呢 最简单 我一定希望说 里面每一个伙伴 都能够互相帮忙 分工合作 哦互相帮忙 分工合作 这很棒的事情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很多 SPA馆他们的经营 里面的美容师会 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性 这个讲的可能会伤人 就是会互相去抢客人 抢业绩 恶性竞争 对 那我在跟这些美容师 相处的时候 因为我都会制定一个 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在 如果公司的营业尔达 达到一个程度的话 会提拨一个奖金出来 给大家一起分享 没分大小几 大家拿的都一样 所以是团队成绩 是 那这个就是要希望他们能够说 今天如果说这个客人 A客人来的时候 那应该是美容师哪一个在负责 但是他可能还在忙 或是还在吃饭 那其他美容师已经都没事了 他可以先出来接待这个客人 那客人他一定会感受到 奇怪 我明明不是你这个美容师帮我服务的 为什么你来先帮我服务呢 那这个美容师来说 因为为你服务那个美容师 他现在刚才还在吃饭 所以我先来为你服务一下 那这种不分彼此的一种感受 一定会让客人感受得到 就是说 在地美的里面 真的是大家都一样 那这种氛围 那让我们的客户去感受到的 他感受到之后 他会来这边会比较放松 什么事情啊 或是他家里跟他老公昨天吵架了 有时候真的都会聊出来了 那话一讲开之后 他应该这么讲说 我心里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事情 我讲出来之后 我心里自然就放松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觉得怎样 但是如果那个话 闷在心里面 很坎坷的啊 那让他讲出来 那又不一样了 那怎么让他讲出来 就是要让美容师跟我们的一个工作环境的氛围 让他觉得说 这里很轻松 就像你的家一样 嗯 那 因为我们主要是女性客户嘛 是 所以会让女性客户觉得说 你是回到娘家来 你要什么抱怨啊 或者 或是有什么不满的事情 你都可以在这边聊出来 那当然 美容师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客户 他愿意跟我聊 这个表示他信任我们 是 那美容师也愿意跟他分享他的经验 让他 让这个客户了解 那 有说服务心中变成很好的朋友 嗯 那 说真的 地美人 到现在已经整整四个 四年了 四年了 那在这四年中 呃 在 尤其在高雄这个产业里面 呃 我们 有很多 我们的厂商说 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 是 嗯 因为我们在前面两年的时候 就已经累积了六百多个会员 哇 呃 而且是每个会员都一直常在 呃 他课程做完之后 又一直回国 一直回国 甚至他会介绍他的亲朋好友过来买 是 过来这边让我们服务 那我觉得说 这是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一点 嗯 嗯 因为 但是你说 美容师他们很辛苦啊 嗯 真的很辛苦 有时候他们 呃 因为我们原则上到八点就下班了 对 那有时候会跟客人 呃 他做完 做完他的服务之后 客人就在那边 一直跟美容师在那边聊聊聊 有时候 我印象中好像最晚有聊到十一点多的 舍不得走 真的是聊到十一点多 聊到后来 嗯 他连他妹妹谁一起叫来 在那边一起聊了 哈哈 啊结果聊了聊了 都变我们客户了 是 是这样子一直累积 我们客户是这样一直累积起来 哇 其实用口碑的方式 一传十 十传百 是 那 所以这个 整个 你把它推到原点的话 就是一个 我是一直在讲 对技术跟服务 是 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那 怎么去让美容师去认同 说 啊 我们技术一定要做好 服务一定要做好 是 这个真的是 每天都在提 每天都要提 每天都跟他们提说 哎 技术做得好 服务做得好 这样就好了 其他人没想到 嗯 抓重点 是 但是因为我 我很想要 我很好奇 就想要知道说呢 这个林经理这样讲起来 是轻描带血的一个带过 但是你是要很多人假头楼啊 会觉得说 啊 我个 上班下班啊 啊 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 我就离开了 所以呢 我这些工作 要很辛苦 还要陪客人聊天 还要聊到11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组织的价值 跟他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形塑跟建立啊 你觉得说这中间的过程 你走过来的点点滴滴 嗯 对是怎么样 我相信是一点一滴去累积形成的 是 嗯 嗯 嗯 应该说吼 也不要讲着说 我个胸功啊 我是为了 多伟大的理想 或是怎样 是 味道原点就是 美容师他希望他得到应有的报酬 是 出来就是要赚钱 那 他今天 美容师他 他其实都很 其实每个人都很聪明 尤其是美容师 他知道说 他付出这么多的时间 付出这么多心力 他的目的是什么 嗯 我也一直在跟 我的干部 跟我的伙伴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大家这么辛苦 目的是什么 嗯 嗯 无非就是为了赚钱 要让自己家里的生活品质提升 嗯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让他们知道 是 那你如果说 啊来这里 要发扬光大啦 要怎样怎样 我觉得那个 都道歧视 是 最主要先把自己的生活顾好 嗯 那 美容师会觉得说 他就会是清楚的 了解到说 我跟客户 这个客户 一直在聊 嗯 没有这么晚 那搞不会这么晚 嗯 如果说这个客户愿意 买我这个单的话 嗯 那我的收入一定会增加 嗯 这个是 比较 贴切的一个 答案嘛 是 所以他们也愿意 也知道说服务 他们如果用心去服务 其实客人给他们的回馈 除了是心灵上的 其实实质上的 也会带来业绩的成长 是 对不对 因为有的工作的这个同仁 他们可能会比较看到的 属于技术面 是 但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态度面 是 他反而能够发生 我们所谓的 这种 很后续 常委的 这样的一个回响 会回来 是 会不断的回流 对对对 他们就可以看到成绩了 是 其实我相信呢 在这个陪伴客户的过程当中 他们应该在他们的心灵上 是 也会有很大的满足 跟工作上的成就感 是 对 所以你们有没有曾经 看过伙伴们的成长 就是你们带的这些美容师 是 这四年的时间 其实呢 在创业四年 已经可以说是稳定下来 是 被认可 所以呢 你们这一段时间走过来啊 有没有美容师这样子一路 去提醒他们 你的目标不是只有在这里 是 你应该有更好的目标跟梦想 他也是点点头 而且不止一个 有好几个 那 我也是会跟他们说 当你这些能力都提升之后 你一定要有 敢去实现你的梦想 你不要想说 一定要留在这边 不然 留在地美人 或是要在这边 这个要释盐啊 我觉得说这个都没必要 你要去发展出去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 是 那 你能够去 完成你的梦想 那是最重要的 那你也不要想说 也 不要去想太多说 怕会失败啦 或是跌倒 我说 我一直跟他们讲一句话 我 这二十几年走过来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 不是相信的 就是说 我一直在鼓励 我 还有我的朋友 说 想要去做 只要不是违法 你就放手去做 宁可做了失败 后悔 你也不要 后面才在 在那边 有什么遗憾 说 我为什么当初不去做 是 那 因为有很多人生的遗憾 就是 你当初只是一直想 但是你没有 踩出去 没有去做 那后面会有很多遗憾产生 但是你今天如果有去做了 即使失败了 有后悔 但是你回过头来想想 这过程的一个挫折 对我也是一个提升 对人生的智慧也是一个提升 我没有任何遗憾 嗯 对 哇 很棒 那你刚才提到 以你们这么样的善待客人 然后也 除了 除了呵护客人的身体之外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棒的点 就是说 运用你专业的技术 让客人的身体放松 是 他的心理也会跟着放松了 所以 呃 他就信赖你们的技术 信赖你们的环境 是 然后同时也会把他的心敞开 是 那你们有没有 曾经有遇过一些所谓 澳洲来的客人 呃 我们 我们称之为澳洲来的客人 就是一些客人 真的很让你们伤透脑筋的 那你们又怎么去突破 跟面对这个事情 呃 讲到这个 当然 在每一家公司一定会遇到这种客户啦 是 那 我也是跟我 因为现场都是我太太在管理 我会想说 很多事情都平常心 随缘 如果说这个客户觉得 呃 我们这边不OK 那我们也是 只是 建议他说 呃 你可以做哪一方面的一个服务 或去 哪里做哪一方面的项目 嗯 我们是会给他这个建议 那当然 这个客户他愿不愿意继续在这边让我们服务啊 我觉得还是平常心随缘啊 是 啊 所以你就是用一种很 其实也是用一贯的态度 然后去服务你的一个客人 哦 然后就算是遇到有一些客人的状况比较难处理的话 嗯 可是你们还是 呃 会尽力的 我想就是说尽力的去做最好的一个服务 当然 哦 尽力去做最好的服务 好 然后呢 那你们的一个员工伙伴吗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啊 你们该也给予他们很 那个充足的教育训练吧 对 当然会有 是 在教育训练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所着重的重点在哪边 呃 我们的教育训练里面不外乎 应该 呃 几乎很多公司 他在做员工的教育训练 除了技术 还有一个心态的一个 调整之外 那我这边还会去对美同师做一个销售的一个分享 哦 小小的分享 因为是因为我本身是业务出身 我一直在 在在想 客户 我的客户要的是什么 嗯 嗯 那我要给我客户什么 他这个客户才愿意跟着我走 嗯 很棒的统立心的思维 那今天 呃 会到Spa馆 来做享受的客户 不客户就是为了要漂亮 要放松 嗯 那你就给他 两个最主轴给他就好了 嗯 那员工的话就是给他相对的报酬 甚至超过他期许的报酬 嗯 那 应该这个很多事情就可以 不管你是遇到澳洲来的啦 或是哪里来的 嗯 那个这个都会迎刃而解的 嗯 所以你非常清楚哈 抓的那个精神主轴 其实是很简单明了 因此 我在想呢 在你在贯彻 这样的一个主张的时候 也因为他的简单清楚明了 就会很容易贯彻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呢 你们的这个伙伴们啊 我相信在面对客人的时候 也很多都跟客人变成好朋友了 是 因为我其实也认识几位你们里面的客人 都已经很长久的时间在你们那里 来这个享受你们的服务啊 所以呢 我在想现在的一个事业非常的竞争 尤其美容的事业是相当竞争的 然后唯有呢 与人的心共同的去做串联 我想这个是无可取代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对不对 除了提供专业的服务之外 更可贵的 就像我们讲的你们跟客人之间的这一种互动 还有就是说你们对你们的伙伴们之间的一个相处 无私的这样的一个关怀跟培育 你刚刚说他们如果长大你是最开心的 对不对 对你最开心的哇他们从地美人长大成长了 所以你是最开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无私的一个培育的一个情怀 然后再加上呢 与客人之间的服务也不计较时间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你我哪去 我要说到12点 我会说到12点这样子 好开玩笑的 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互动 我想呢是很在服务之外的一个价值 是很让大家感受到珍贵的 好那我们呢再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回来跟大家来分享 听听地美人未来的发展与计划 谢谢 谢谢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过播0809-092-898 小时都变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身体在欢乐 所有的欢乐 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要给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活用文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 活用给自己的完成资助 做生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免费给你个人 空气三桑我 树里三桑 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 现在走路变得好吃的 我也是啊 年纪大了哦 走路很不舒服 保养变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产品 让你随时更方便 全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纽西兰奇迹之辈 亲口一辈萃取物 现在葡萄糖庵MSM关护乳膏 特价游会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非常开心又回到了我们 直播的现场了 我们现场是地门人SPA中心的林伟 请林经理 你好 刚才林经理给我们分享了很精彩的故事 有关于跟客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好像家人一样 哇真的很让人家羡慕 有时候有话没有地方讲 我就要去你们那边讲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林经理的 就是说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啊 事业发展到现在 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是跌跌撞撞 也一定是不断不断的在突破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很想要知道就是说请你分享 从那时候到现在你的心境到目前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呢 嗯应该就这么讲好了 从一开始在经营的时候呢 因为万事起头难 有很多事情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都觉得好像都没有准备好 是 然后就会跟伙伴啊会有一些意见啊 嗯 会有一些摩擦 对 好那这心境就会有很多起起伏伏的 嗯 那每当我在心心情在起起伏伏的时候 唯一唯一唯一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书写毛笔字 哇哦 或是弹琴 因为我本身会会一些会弹一些古增 好啊就自己在那边搞这些 让自己心静下来 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耶 你就是自己的输压的一个方式 是 对很棒 然后在心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去思考说 为什么我这个伙伴甚至我太太会提出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跟他争执 我为什么要跟他有什么 他这件事情是很简单就可以解决掉的 嗯 非常好 那他提出这个 每个人提出的问题都是对公司要有帮助的 嗯 都一定对公司有帮助 就是那我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嗯 就是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 对我对对方的专业要有一个互相尊重 是 然后那时候 那自己心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去思考 那何不让他们去执行看看 或许他们执行的结果会超过我所想的 是 是 是这样子 那 所以在整个 呃 经营上哈 从一开始心情会很多起起伏伏 嗯 然后到后来变成说 呃 遇到什么事情他们 有人反映给我什么事情的时候 好像 也像我太太常常骂我说 怎么在跟你讲你都无动于衷了 哈哈哈哈 我看到 那 我唯一在思考 我会跟我太太回去 我现在在思考 我先不要回答你 因为 我现在 还没思考完 我马上回答你 不一定是对的 是 所以我先会让自己的心心静下来 所以我太回答我说 怎么跟你讲都无动于衷了 好像都没神经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后来 我 整个思路把它想清楚之后 我就跟我太太说 可以怎么处理 嗯 我建议你可以去跟谁怎么沟通 嗯 哇 然后后来 我 听到一个回馈 反馈到我 我听到的是 我太太在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一直在称赞的时候 我老公他 遇到事情他很淡定 他是思考 然后再回答我 他不会马上 去 跟我说 啊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是 因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业在 那 你不能去碰触他 你不要去 侵犯他 他的专业 对 那 或许有些事情 你要让对方去 做过 他才会知道说 啊原来的事情是怎样 嗯 嗯 或许原本我已经知道结果结果了 但是你一定要让 他去学习 嗯 就像 呃 我爸爸 已经过完了 我爸爸他在在的时候 他也在跟我说 嗯 说 有些事情你想清楚之后去做 嗯 那做了之后不管怎样 你一定要学起了这个过程 嗯 嗯 那我一直记得我爸爸跟我讲 他 一直用一种鼓励的方式在跟我沟通啊 是 对 哇 真的是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是 所以你这样子走过来啊 然后自己的人生智慧也增长很多 那你对于投入这个事业 衍生到一个教育培训 嗯 那教育培训就请 把这么好的一个 你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态度啊 然后对待客人服务的这一些价值啊 可以借由你们的教育训练跟培训 给传递让更多人 是 所以 然后前阵子一直在做一个 培训中心的一个筹备 是 那也差不多在这个月底就已经可以正式OK 下个月就准备开始做这个培训课程出来 嗯 所以开始要去做一些对外的招生 是 我非常的恭喜你们 那因为我这段时间也是在跟一些培训局的一些培训师 我跟他们聊过 是 他们在培训的课程是怎样 然后把他们给我的意见 再跟我原本的理念做一个整合 嗯 哇很棒 所以又不断不断的延展 是 然后聚集更多好的资源 是 然后希望能够来创造更多很好的人才 是 在这一个领域里面 是 因为在我的理念里面 我也想说 一个培训中心一个教室 不是只有说 我教给学员技术而已 嗯 应该我们可以再给他更好的观念啊 或者是一些更好的一个 呃 呃思想建设 甚至有些学员他可能会想他要去创业 嗯 嗯 那我们也可以提供给他一些这些想法 是 那可能他会遇到 他创业过程也一样跟我们一样会遇到很多 呃挫折啦或一些起起伏伏的情况 是 那我们也希望说他跟我们一样就像朋友像家人一样 嗯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提出来聊 嗯 那在呃在规划的一个培训课程里面就是会 安排 哦 那跟这学员做这一方面的一些 呃 心理建设 跟沟通 哇 很棒耶 那林经理 你看你从刚才啊 可以说从一开始到现在 好 我们已经快要结尾了 好 从一开始到现在呢 你所提到的重点啊 重心啊 我想你都一直环绕着这样的一个内在的 是 价值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嗯 去带领着你的一个事业前进 嗯 那你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想法 你有没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导师 或者说你非常 这个学习的一个对象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呃 我一直在跟一个历史人物学习 是 是三国时代的周瑜 是周瑜吗 是 三国那个东吴的周瑜 非常有智慧的 嗯 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周瑜它 呃 是一年早逝 但是他要走之前他已经有把 呃 他后续要接他位置的人都已经 呃 接班人都已经安排出来了 从鲁树到鲁迅到玉蒙 呃 一直一直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传承 嗯 他把他的理念 跟他的接班人 做一个呃 做一个交代吗 做一个仪言吗 我觉得也 也 也OK啦 嗯 但是他主要是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了 嗯 让这些 他的接班人甚至他的这些 将领能够 秉持着他这个精神 也是奋斗 是 那另外 会去欣赏周瑜呢 呃 应该另外一个就是又回到刚才在讲的华丽这两个字 华丽 因为大家都知道 应该都 呃 对历史稍微有了解 应该都了解说 周瑜他除了说 他的智慧啦 包括他的 呃 带兵啦 就管理这一方面 他除了这一方面非常有他能力之外 他还很上弹琴 嗯 没错 哦 那 在我的 呃 从我在历史的一些书籍里面 那我会觉得说 历史人物里面 能够称得上华丽的 就周瑜这 这一号人物而已 哈哈哈哈 那我一直想说 能够像这样子 那很OK啦 哇 那真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 是一个呃 在历史上呢 也是被大家所尊崇的一个智慧的君王 是 很擅长用人 哈 对 所以 哈哈哈哈 难怪你也会谈情 哈哈哈哈 弹琴的时候呢 画面就会连接起来 谢谢 我想呢 有一位这个样子的一个精神导师啊 是 在那个引导我们在事业创业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未来你也可以成为 之后很多的小小美容师的精神导师 谢谢 把你们的创业呢 跟服务客人家的精神呢 去继续的延续下去 然后最后呢 有没有一些的呃 心得或一些的想法 更多更多的 可能跟未来的小小美容师 嗯 或者呢 与没有进入这个行业 也很想进入这个行业 以及或者对这个美丽的行业呢 充满好奇心的 我们前面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 再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 是 呃 我一直在跟我的伙伴 跟我 包括我太太 是 包括我的小孩 因为我一个小孩 老大已经十三四岁了 对 我一直在跟他们聊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抱着一个心态 既来之则安之 凡事尽力 不要留遗憾 这样就好了 哦 既来之则安之 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生的生命态度 因为我们人生会遇到太 每个人都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 对 那你如果在这些挫折里面 你如果抱着你的平常心 那我一直在想的就是 那就只有想说既来之则安之 我既来遇到了 那我就去接受他而已 嗯 那去接受他 慢慢的 或许一开始会不习惯 一段时间之后 你习惯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他或许他是你最想要的 嗯 他才是你要的 嗯 所以既然遇到了 就勇敢的面对他 是 并且用好的态度来面对他 不管他是一个未知不习惯的事情 或者甚至你现在看起来 他是一件挑战 是 有的人可能会称之为糟糕的事情 可是你一旦面对他 用你的勇气 以及突破你的智慧 其实在每一次每次超越这种困难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人生的智慧就会长出来了 是 而且我们的勇气就被扩张了 是 所以呢 不要害怕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是 反而我们要像林经理一样 勇于接受面对跨越挑战 用你的信念 良好的态度 去面对他 你的未来就会充满自信 更加美丽哦 我们非常的感谢 今天的特别来宾 林经理 地美人SPA中心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